手机层的夫妻间的小三 最近老师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 表达的内容是一张床 一双人 两部手机 背对着背 沉浸在自己的手机世界里 现在不少婚姻不是败给了婚外情 而是败给了智能机 低头竹随处可见 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 当世界上没有电话的时候 人们靠书信 互书踪藏 等待书信的过程是漫长的 是满心期待的 结果是甜蜜的 那时候的感情情笔金尖 当固定电话出现的时候 免去了书信一周的等待时间 人们更容易联络感情 细细的一根线 神奇般的传达了两个人的思念 此时的感情是甜蜜的 21世纪网络开始盛行 人们不仅可以聊天 还可以视频 不仅能听到心里惦念的那个声音 更可以通过屏幕 看到心心念念的那个人 屏幕两头都是甜甜的笑 现如今自能走机随处可见 本以为是给人们带来了方便 可没想到它成了破坏人们感情的戾气 慢慢的夫妻之间 家人之间开始了不聊天 不沟通 把自己全部的感情投给了手机 智能金尾出现的时候 人们有了压力 回到家里说给身边人听 那时述说的人 可能并不是一定要你帮他解决什么问题 只是想要把心里的不快告诉你 而你只需要静静的倾听 这些沟通无形中都在拉近人们的感情 现在看以往 我想多数人是羡慕的 因为两个人之间没有主格 有最起码的交流 不适宜回到家就抱着各自的手机 宁愿把情绪宣泄在手机 这个没有感情的冷机械上 而忽略了身边一个有血有肉 知冷知热的枕边人 请放下手机 看一眼你身边的人吧 手机不可能伴你老 知你冷暖 请把你的背转过去 伸手搂住你眼前的人 不要让感情在无交流中一点点逝去 丧什么不要伤了情 冷什么不要冷了心 请不要让你们的感情 带给一部永远物不热的冷机械好吗